兼职性膀胱炎病因不明 好发于中年女性 典型的表现症状 包括严重频尿 咽尿声多等 兼职性膀胱炎 是一种膀胱和盆腔周围不适的疾病 以女性患者占多数 研究报告指出 在美国就有300-800万的人 患有兼职性膀胱炎 它的病因不明 大部分专家认为 是由许多不同原因所造成 典型的表现症状 包括严重频尿 尿疾 咽尿增多 齿骨上膀胱区胀痛 至少三个月以上 而尿碱没有任何白血球或细菌感染 在诊断前 必须先排除膀胱炎 膀胱肿瘤 尿道结石与阻塞 膀胱过动症等 引起相似症状的疾病 因为有时候你排尿有时候跟压力有关系 那有些跟情绪或者有些是膀胱结构的问题 就是兼职性的这个膀胱炎 那这个有时候还是会痛 可是检查就没有 那一般有时候可能跟情绪比较有关系 有些医生可能会开着一些抗胶力或者是抗智力神经的药配合这样 因为这种兼职性膀胱炎 你用抗生石也没有用 所以只要有时候跟情绪比较有关系 根据统计 兼职性膀胱炎大多是在30到50岁时出现 90%的患者是女性 由于是慢性发炎病变 且非细韵感染多重原因而造成发炎性膀胱炎 临床表现多样化 因此常被误诊为骨盆腔发炎 慢性泌尿道感染或是膀胱过动症 兼职性膀胱炎的症状 会严重影响患者的夜间睡眠品质 及白天的精神状态 长期下来对于情绪精神影响甚至 甚至导致焦虑不安 十方新闻记者 来英荣台北采访报道